两肋下胀痛 睡眠不踏实 心情不美丽 男二十九岁 舌智红舌带黄 他工作压力比较大 经常恼怒生气 而且生活 家庭生活有点不顺心 以至于肝气疏泻失常 气急欲止不畅 第一点 肝气欲止 气急不通 不通则痛 则肋下肝躯 胀满疼痛 第二点 肝精的气火 寻精上腻于头面 扰乱心神 则入睡困难 而且睡着了也不踏实 梦多一醒 第三点 总生气恼怒 影响心情 则每天心情不畅 心情不美丽 总爱叹气 干什么都没心情 而且长期这样下去的话 咽喉会出现异物感 可吐不出 咽不下 以疏干礼气 养心安神为主要思路 中医是 印一方 否知科普思路 多吗